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的怪物都会刷新 所以说准备在最后把这张图全部给清掉 游戏里面还有一样特别重要的功能 拿出瓶子对这种眼睛亮着的怪物砸一下然后冲上去直接杀掉 我在一周木玩的时候基本上瓶子没什么卵用 瓶子基本上主要是给我们换这些凝胶用 砸掉它有几率它站起来的时候不会眩晕 但九成以上全部会眩晕掉 本作的子弹携带量不是通过凝胶进行升级 也不是制作而是在外面进行搜集 所以说这一集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 把几个在第三章节我能找到的子弹袋 收集一下 因为网上我找了很久 没有找到子弹袋全收集的攻略 有这些收集的东西 而且是敞开式的地图 我只能尽我的能力去找 这个下面有的人 出来了 躲起来 顺便基本上 这一集啊 可以把整张地图怪能杀的怪能清的全部清一遍 这样会比较好 否则 我把主线任务完成以后 所有的怪会重新刷一遍出来 就特别麻烦 比如说我们做一些制线任务 做一些搜集的时候就比较麻烦 不如 连着上一集 慢慢清 慢慢杀 整个第三章节是游戏里面提供内容最为丰富的一个章节 我为了游戏的流畅性 就没有一边走一边开地图 因为我都认识了 对于想当攻略看的观众呢 你基本上也会认识 当攻略看的观众呢 你们就要看我怎么跑就可以了 我们先去拿第一个子弹袋 前面有一个类似于求生之路2里面 witch的这样的一个怪 就是你不惹他 他就慢腾腾慢腾腾的 在这边走或者站着 现在这个地方他固定会在这 比如说在这个门口啊 在这个房子里面也是有任务的 但是有的任务是需要触发以后 才可以去过来触发这个任务的 砸掉他有几率他站起来的时候 不会眩晕 但九成以上全部会眩晕掉 本作的子弹携带量 不是通过凝胶进行升级 也不是制作 而是在外面进行搜集 所以说这一集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 把几个在第三章节 我能找到的子弹袋 收集一下 因为网上我找了很久 没有找到子弹袋全收集的攻略 有这些收集的东西 而且是敞开式的地图 我只能尽我的能力去找 这个下面有的人 出来了 躲起来 顺便基本上 这一集啊 可以把整张地图怪 能杀的怪 能清的全部清一遍 这样会比较好 否则 我把主线人物完成以后 所有的怪 会重新刷一遍出来 就特别麻烦 比如说我们做一些之前任务 做一些搜集的时候 就比较麻烦 不如 连着上一集 慢慢清 慢慢杀 整个第三章节 是游戏里面 提供内容最为丰富的一个章节 我为了游戏的流畅性 就没有一边走一边开地图 因为我都认识了 对于想当攻略看的观众呢 你基本上也会认识 不当攻略看的观众呢 你们就要看我怎么跑就可以了 我们先去拿第一个子弹袋 前面有一个类似于求生之路2 里面witch的这样的一个怪 就是你不惹他 他就慢腾腾慢腾的 在这边走或者站着 现在这个地方 他固定会在这儿 比如说在这个门口啊 在这个房子里面也是有任务的 但是有的任务是需要触发以后 才可以去过来触发这个任务的 他现在面对着我这比较弹腾 大家看前面一闪一闪的 就是手枪的子弹袋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没办法 他老不回头 我们往后面绕一圈 那里面还有东西 我记得绕我来过呀 怎么又刷新啊 我还有跟观众们说一下箱子是会刷新的 我们绕到了左边这边来 他又给我绕回来了 这次我不管了 可是我从哪边他就看哪边 刷这边 走你 赶快躲起来 然后他如果直线过来找我们呢 角度呢 是这样走过来 那我们就 沿这个走到后边去 送他上路 这里将获得第一个子弹袋 但是在梦魇难度下 除非以我的这种形式去打 就是所有的怪 基本上是全是拿刀去除 因为在梦魇难度下 怪物特别硬 我们没有升级过的小手枪去打他们头啊 三四枪都打不死 打头啊 三到四枪才可能打死 不说打不死 才可能打死 而且他的头一直在乱动 命中率极低 然后这边上面呢 是有一只拿着燃烧瓶的怪的 拿燃烧瓶的怪最好的方法 是使用瓶子去砸他的头 或者砸他的手 但砸头比较好砸一些 或者拿枪去打 那肯定是瓶子核酸一些 瓶子会刷新的 等他脱不动 就是现在 然后他的瓶子掉下来以后 就会摔死 这边有个收集瓶 观众朋友们弹幕说一下 这个是B射哪个游戏里边的 因为他这里面实际上还会有一些 关于B射其他游戏的一些收集品 好,现在到了这边以后 准备去收集第二个子弹弹 是限弹枪的子弹弹 散弹枪,限弹枪,限弹枪,散弹枪 爬到这个上面来 到了这边以后 固定有一个这样的判绳 这个判绳我们是躲不过去的 所以出发以后 先把镜头给撞回去 然后会刷个位置出来 我们直接走 在这个范围里面 我们会走得很慢 从这边直接跳下去 然后再爬上去看一下位置 他过来了赶快下去 赶快下去 给他瞄了一眼 实际上最好的情况就是 现在的时候并不需要上去 我们要等他下来 他的走路行进速度很慢 这种敌人用狙击枪打头 需要两枪 而且用狙击枪打了一枪以后 如果你上去用喷子补头 很近距离都很难把它给喷死 哎呀浪费一发 使用狙击枪是最好消耗火药的 狙击枪在外面也很难很难捡到 打了他一枪 狙击枪在外面很难捡到 用火药造需要 8个火药才可以造一发狙击枪的子弹 手枪是3个火药 线弹枪是5个火药 基本上我能用的情况下 全部使用火药 会去制作狙击枪的 因为线弹枪和手枪弹药 在外面可以捡到 打得省一点 基本上是够用的 这个手枪是没什么卵用的 然后他现在走路很慢 上去送他上路 这边这两发狙击枪有点鱼 最好的方法是 他过来触发他以后 不要抵他 他会在上面巡逻 然后等他巡逻 往我们现在的这个方向走的时候 上去处他一刀 然后再下去 然后再等他就可以了 这边有线弹枪的子弹 总共我们现在是 弹仓里面可以带3发 然后身上可以带10发 总共13发线弹枪的弹药 然后现在回到之前的那个 安全屋去 然后我们这边快进一下 先别着急回去 因为在这后边有一个 莫比乌斯的探员 这种莫比乌斯的探员 身上基本上都是弹药 如果我们把之前任务全部完成以后 就有所有这些 莫比乌斯探员的坐标了 所以说找不到也没关系 就把之前任务全清掉 清掉以后 他在大地图上会标出来 但是我找的情况下 视频里面 基本上不用他标 我都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然后我们现在回去 然后回到刚才 有一个鬼畜敌人的这个地方 这边有三发线弹枪弹药 刚才我们拿不下了 现在可以把它全部拿走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有很多很多的信号 我去 我刚才不是把你干掉了吗 你哪冒出来的 我被砸了一下 出来 看得见我吗 去死吧 去死 到现在位置 已经拿了两个子弹带了 有一些地方 我们以后要去 但是去了以后呢 如果不出发之前任务的情况下 去的地方 他那个任务不出发 还要走回头路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就是一开始 我们拿奴的那个地方 在地图的左下角 先把这个之前任务给出发掉 小子 准备了 ikle 那是队队队? 打开他们,让他们自己拖着 这不是军事的了 有个人留在这里,你会有问题吗? 你凑什么? 我一直在等到队队队队队 在这个地方,通过他们的对讲机 获得了两个新的直线任务 新的信号 一个信号就在我们之前拿 这个线弹枪的那个房间里面 另外一个在地图的左上角 所以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去 我们之前已经去过的,拿线弹枪的房间 我们回了一下安全屋以后 来到了最早的这个教堂 的后面的这个房间 这边刷了一个睡觉的 或者说以前我没惹他的 走你 因为是杀香是吗? 有很多跑路的过程 我为了观众们节省时间 我把它给剪掉了 这一次进来以后的 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大家听到吗?有怪物了 虽然这个地方我们之前已经清过 这两个怪物如果没有记错的情况下 在生存难度下是没有的 只有梦远难度下才有 我们稍微等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升级出了 贴墙杀敌 在角落这个地方 他正面过来可以把他杀掉 这样效率高很多很多 不用等他回头了 这个技能也是很优先升级的 这个地方是个陷阱 他铁定会回头 挠一下就挠一下吧 现弹枪把他打得失去平衡以后 上去一脚踹掉 你不知道怎么用手机去到那里吧 什么 你不是跟我去吗 没有时间 我去到手机商店 去处理 你去处理 我去处理 你处理 处理 为什么 我告诉那些死亡人 我刚才找到那里去逃避 我必须要照顾他们 他们仍然害怕 他们 比较适合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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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 这个是之前任务 然后之前任务的第二步就完成了 这个地方铁定会来一个怪物毒我们 我们还是用那个技能贴边 送他上路 所以说这个技能很好用的 之前任务的第二个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出去 应该没有人了吧 不许再埋伏我 好吧没有了 如果是第一次过来的情况下 门口会有怪的 第二次过来他就不刷新了 然后不明造点 我们现在还有三个点 大圈是之前任务 小圈是我们探索到的一些地方 这些小圈呢 你可以算它是探索型任务 可做可不做 里面主要是一些收集品 也是具有一部分恐怖成分的内容 所以说我们现在去其中一个 这边有个野怪 我之前怎么没弄死你 送他上路 大家也听到了右边还有一只怪 是个拿 观众们看可能是有点卡 这个真心没办法 我驱动也换了 机器也没问题 而且最奇怪的是他在玩的时候 显示帧数 我是显示着帧数在玩 帧数不掉 但是就会卡一下 卡一下 我真服了这个优化 然后到这边的这个房间来 瓶子以前拿到看到瓶子 基本上是没用 而这周末玩瓶子是很有用了 瓶子就是一个瓶子就是 200到四五百不等的凝胶 东西捡完 然后到这个房间里面去 这个房间我们之前来过 就是拿子弹袋的时候 我们绕一圈又绕回来了 瓶子满了 然后去旁边的房间 保险丝 用于做电的闪 闪电剑的东西 然后看一下 这一段文字是一个女的写的 她说外面有很多很吓人的东西 她不敢出去 主要是这样的内容 我录这一段视频的时候 是半夜三天一两点录的 一个人玩的时候 真比较吓人 不要 什么搞事 讨人 现在我们要逃出去 但是逃出去之前 需要拿到一个门卡 所以说我们只能跟他 躲猫猫 这个敌人抓住就是秒杀 所以我们不说话 大家仔细感受一下 这边就是门卡的地方 第一下是把抽屉打开 一定要去按第二下 我不知道有多少观众 自己玩的时候忘了按第二下 反正我是忘过 没拿上 然后我们听他的声音 盘定他的位置 他又绕回来了 所以说我们原路 再回去以后 从这边绕出去 这个地方很小并不大 好 不可能 游戏有总共11个幻冬片可以收集 这是我们人工手动收集到的第一张 这是整个游戏的第二张 出门 出门以后会遇到一个随机的支线任务 说是随机 实际上在这个地方 有机率到这一片地区 就触发有四个怪物 在抓一个女人 游戏里面除了线弹枪 在近距离跟他们作战的时候 有点用以外 小手枪几乎是没有什么用的 因为一枪打不死 要两三枪全部打在头上面 才可能把他们给打死 而且 小手枪打在他们身上 几乎没什么硬直 这个地方有四个敌人 所以比较难对付 最好的方式还是尽量暗杀他们 等他们全部稳定下来 等他们稍微稳定一下 因为刚才他们在追女人 在那边疯得一塌糊涂 我们要等他们稍微稳定一下 然后把这四个敌人干掉 在游戏里面有点像黑魂一样 你当时同时遇到三四个敌人 都属于狂暴状态的时候 在追的时候 千万别追惹他们 很难被他们弄死 除非线弹枪子弹十分充足 闲着没事干用线弹枪去跟他们对喷 才可以 手枪跟他们打 几乎是无法打 你打一枪 旁边第二个上来 挠一下 二下 三下就没了 好 杀掉他们 所以不要小看这些敌人 他们三四个成群在一起的时候 威胁特别大 如果跟他们正面刚 只能用线弹枪杠 或者说到了中后期以后 我们手头的闪电剑 爆炸剑相对多一点以后 打他们比较好 好打一些 否则小手枪单独跟他们打 是没什么用的 虽然我们现在小手枪子弹还不错 我们现在要找机会 把他们暗杀掉 稍微等一下 观察一下他们的行进路线 准备可以上了 两个都回头了 然后躲到这边的草丛里 他们两个好像说好的一样 同时左边同时右边 赶快走赶快走 好像被他瞄了一眼 过来了吗 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赶快走 他一个人过来了 还又绕回去了 好 走你 继续蹲着 等第二个过来 走你 还剩最后一个 刚才没按上A键 吓得我赶快翻过来 然后再翻回去 刚才可以连续处决的 他又翻过来了 跟他绕一下 过来干嘛 在这边蹲着 他也过来了 看一下他在什么地方 现在这个敌人失去目标了 他在找我们 对付这些人 主要还是对他的状态了解 他这个时候准备 左右来回猛转身以后 会回复平静状态 他又爬回去了 他在慢慢往回回的时候 会走两步停一下 左右看一看 但基本上不会完全的转身 杀完敌人以后 把这些凝胶都搜刮一下 全部搜刮完 凝胶已经蹦万了 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 本期刚刚开始的时候 大概一两千左右吧 没了 走了 这一个女人是少有的 看到的平民 活人 你比你更疯狂的比你更疯狂的 哦是的? 你叫什麼名字? 是Sebastian Sebastian Castellanos 那你不是這麼疯狂的我 我根本不記得自己的名字 我根本不知道什麼日子 我根本不知道哪裡我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我根本就在我身上 她後面有一些東西 想拿 拿不著 拿不到 必須跟她說話 好吧 我跟你說話 我的女兒 她是六歲 她名字是Lily 我沒有看到任何孩子 在那裡 沒有這些東西 瘋了 六歲 我抱歉,老闆 壞了 壞了 被失去那裡 我希望我能幫你 我也是 但我沒有放棄 直到我找她 所以你剛才在這裡 幾天前 幾天 幾天 我沒辦法 最終我記得 是在那裡 我給大家 我來找一個 我找個資料 所以我回答了 我找人 讓人在睡覺 他們拿了我的血 給我一個 然後那些西安人 問我 誰都不明白 我沒有想到 什麼東西 你沒有想到 我沒有想到 但我沒有想到 什麼東西 你可以告訴我 那些事情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他們會死你 如果他們有機會 你應該要離開他們 有意見到哪裡他們出發了嗎 那個男人說他是我的夫人 開始演出很奇怪 一直看著他的臉 在什麼我還沒看到 然後突然他在喊 他開始改變 皮膚瘋了 那是可惡 我還知道他也想殺我 所以他們曾經是普通的民主人 什麼會讓他們改變 我沒有什麼 我…我沒有幫你 跟他對話以後就可以拿他後面的東西了 這個女的也是來玩這場遊戲的 因為她需要錢 然後來參加了這個公司的這個遊戲 然後她在這個遊戲裡邊 或者在這個世界裡邊的 號稱她丈夫的人啊 就慢慢慢慢變成了殭屍 她現在還是比較正常的 誰 前面還有一個人陰我們 吼了一嗓子 等一下 出來了嗎 好正好過來 送他上路 現在我們傷血了 我們回旁邊的安全屋去喝杯咖啡 然後再出來 喝完咖啡以後 我們還有一些其他的東西需要收集 包括支線任務 出來以後 繼續往右邊走 整個地圖的最左邊 前面有一個像停車場的地方 野外會隨機碰到唱歌的姐姐 馬的直彈 我們現在沒辦法去停車場了 所以只有繞開它 只有在夢魘難度下 會野外隨機出現這個怪 我個人感覺這隻怪出來啊 也就是搞一下氣氛而已 因為場景比較大 繞開它很快很快 也很方便 然後只要脫離一定區域以後 它就消失了 然後再回去 它也不會再刷出來 這邊 這個敵人 我殺了他很多次 他都不會暴凝膠 但是在他旁邊的這個大貨櫃裡面 貨櫃車裡面 有五個敵人 如果把他打開 五個敵人會一次性衝出來 正常情況下 要不然用閃電箭 要不然用喷子跟他們打 我個人感覺不大合算 大概是一千多凝膠左右 然後到了 火車這邊來 火車這邊會有一個敵人是活著的 這邊有睡著的敵人有三個 這邊的特性是 你只要把這個活著的敵人幹掉以後 睡著的 就會站起來 但是我採用的方式是 先用瓶子 先逐個先削減一下睡著的敵人數量 我們殺睡著的敵人 不管他怎麼叫 另外的兩個睡著的敵人是不會起來的 否則我們連續同時面對四個敵人的時候 除了用槍 也沒有其他辦法 其實我們先砸一下 然後撤回來 這個敵人找不到我們以後 他會回到他的巡邏狀態 我們耐心等待一下 他又回去巡邏了 手上繼續拿著瓶子上去 這邊再撿上一個瓶子 這個地方帶上這個站著的 另外還有兩個敵人 這邊有一個 老幫法 把他給砸起來以後 處決掉 然後撤 趕快撤 這樣打 他衝起來以後 你瓶子很難砸到他 噴掉 還沒死 大家看到吧 一噴著這麼近距離 都不死 然後還會有敵人站起來 稍微等一下 他跟我跟得太緊了 然後這個敵人會奔著衝過來 大家也都知道我要幹嘛了 送他上路 最好讓敵人衝過來的這個 方位在整個屏幕的正中間 有時候 要不然就有時候可能無法觸發這個 正面處決 好吧 該撿的東西都撿一下 然後往回走 我們過來主要是這邊有一個 事件可以觸發 以及有一個紅色的膠囊 紅色膠囊是衝破人物技能上限的 然後這邊地上還有一攤 這些躺在地上的平民應該都是真人 我們要注意一下 我們要注意一下 快點 那是個東西是我的 是個狐狀 不是那些都沒有看過 那是不像是衝破人 什麼事 我可以解決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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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解決一下 你可以解決一下 你能讓它聽到我 這條路是唯一的路途 唯一為何它跑掉 為何它跑掉 為何它跑掉 哪裡人 天啊 这些居民应该都是跟赛哥一样 到这个世界里面来玩游戏的 他们玩网游已经完成这个样子 在里面死掉以后就真的死掉 那么头怎么露出来了 我们本集已经收集了两个子弹袋了 我们现在的目标是收集第三个子弹袋 是手枪的子弹袋 在这个场景我总共找到了三个子弹袋 就是两个手小手枪的 一个散弹枪的 能进的房间基本上已经全部进去过了 在这个地方上去有一个收集品 大家看了就知道是什么了 一个面具 逼射的羞辱的标志性面具 里面还有羞辱其他的东西 不是羞辱其他的东西 就是逼射其他游戏的手机品 到这边以后把鲜弹枪上一下 开这扇门 只能从这个地方进去 被他扑一下以后不会伤血 我们让开 但这个敌人狂暴状态狂的比较厉害 狂暴状态狂的比较厉害 所以没办法用喷子吧 子弹又不是能生小的对不对 这次就所以是暴击了 打得比较准 一枪把他给干掉了 然后进去 地上有凝胶 走到尽头 小手枪拿出来 然后拿子弹袋 后面又出现了那个摄像机的一个东西 然后触发他一下撤回来 会凭空刷一只怪出来 往我们这边跑 跑得很慢 我们打他的腿 敌人在跑动过程当中 打腿是可以把他打倒地 然后倒地处决 本子我不像前作一样 有火起来可以把他烧死 但是可以按A键 把已经倒在地面的敌人 处决掉的 好了 死掉了 走 继续做任务 到这个房间里面 地上也是有一个探员的 现在我们的子弹 小姐姐又在唱歌了 这个时候来回逛 反正现在没路出去 出是出不去呢 不就是不让我出去 等一会儿 开始做梦吗 然而并没有什么东西 就是吓唬我们一下 走吧 刚才东西闪了一下 就是上面的这个探员 这个探员身上有手枪子弹 但是我们现在身上手枪子弹 也比较满 暂时不用了 暂时不去拿 这边有一大堆的敌人 我们本机暂时不清他们 先留在这 然后原路返回 往回走 去触发 倒数第二个直线任务 来到了一个修车场 这边有些东西可以收集 25个零件 我们现在收集到 总共460个零件 这是一个开锁的东西 有4个开关 每一个开关代表不同的灯 我们要把所有的开关 加起来正好是10个 这个地方是24 很简单了 然后就打开了 开了灯以后 铁定会刷个位置出来 贴着边过去 先给他一刀 杀这个位置很固定的 然后让开 利用这辆车跟他绕 直接绕到他后面去 第二刀送他上路 在刚才我们 打开开关的地方 是有一个 东西可以触发的 我们先不着急 到这个房间里面来 把药和零件拿上 现在药我们身上已经满了 我们没有做任何药 我们在外面捡给捡满了 这边有个开关 看一下 那个东西我们待会过来触发 我们先下去 我根本不明白 Dead, where are you? I've been looking for you all over the place Shit,John What are you doing down here? I'm supposed to see this I don't understand Whoa,Don't point that thing at me We're best friends,man,come on I know And that makes what I have to do even harder Stop joking around,man Sorry,John But I have to do this Mobius doesn't allow for mistakes Mobius?What on earth is Mo- I think that Mobius doesn't allow us I think so question ngày It's very clear I look I'm going to see I miss I have no I don't 爬出来 我返回这个洞 他是不会钻洞的 我们在这边一直蹲着 稍微等一下 大概这10秒左右 他只要一往这个红门一走 就马上跟上去 然后处决 在这个地方获得一个重要道具 爆炸剑 这些剑我们必须先外面捡到以后 才可以进行合成 然后有一份报告 然后回到探员这个地方 从他身上可以搜刮到一个 和乐证的许可证 有点像秘宝卡一样的 然后这扇门的门牌号是B34 所以我们再算 B3是98 B4是76 哦96 76 所以我们只要打上96 76 就可以把B34给打开 我们有一些东西可以收集 有个大药包 我们现在血是满的 所以拿不了这个大药包了 好了我们走 继续前进 眼睛收集掉 从这个地方爬上去 这根线出发以后会有一个爆炸弩 拿上酒瓶子 这边有一个敌人 等一下 刺客袋 刺客赛 然后跟上去 酒瓶子继续捡上 然后这边有些零件 前面有一个陷阱式布怪 在这个地方 来听到声音了 蹲着走过来 他会把箱子打掉 然后现在他这个位置啊 不大稳定 你搞不清楚他要往哪边走 我们看一看 他从哪边过来 我们就从哪边暗杀他 你来不来 来不来 来嘛 游戏里面的手电筒 完全是给我们玩家用的 怪物是没有这种灯光的这种感觉 你开的灯不开灯 没有任何区别 他人嘞 他还蛮会躲的 直接跟上去 如果他回头直接跑开 再跟他绕就可以 这里有探源 有弹药 好到这个地方 我们弹药全部满了 他身上还有弹药 好像没有了 他身上是现代枪弹药 然后这边 还有一个坐着的敌人 有凝胶 有的拿干嘛 不拿嘞 对不对 过脑勺一刀干掉 然后通过这个地方 就可以出去了 从原路返回是没有办法出去的 这边有一大堆的收集品 弹药 满了 我现在也拿不了东西了 现在我们线弹枪和小手枪子弹 已经全部是满的 把这边箱子弹 清掉 否则是从刚才 睡着的那个敌人 身上获得的 老代 为什么最后一个不砸了 好吧 这出去以后 就直接是到了室外 然后我们要回去 把那个剧情局触发掉 如果说不接支线任务 到这个地方 是无法触发 现在我们要触发的 这个对白的 就是开始支线任务 不做的情况下 我明明都去过了好吗 这个时候外面的所有支线任务 已经全部完成了 已经触发了支线任务的最后一个 连环任务的最后一个 然后外面这边还有一些小东西 你明天要干嘛不拿呢 对吧 全部给他拿上 但是本集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所有的支线任务 还有一些小的任务 还没有百分之百完全触发掉 所以说下一集 我们会把剩下来的一些任务 做掉以后 直接做主线任务 还有 给我送钱呢 勉为其难的 收下吧 好了 本集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收看 大家拜拜